最後一次挑戰全大運的台灣級大老大隊隊長林玉琛 因在首場比賽補神拉上左手手臂而於第二輪落敗 但他能不畏疼痛從復活賽中向上攀身 摔得公開男子組第五級第四名 輸在自己啦 就不夠堅持 然後過程 在對摔的過程中我覺得我盡力了 但是就是有時候就是不如預期這樣子 家人的加油吶喊是選手背後最大的力量 看著手傷的孩子在場上積極奮戰 作為母親的滿是心疼 即使緊張到手在發抖 也要替孩子記錄她的最後一戰 在林媽媽的眼裡不管是否得拍 林玉琛都是她最大的驕傲 其實我剛剛看了很緊張 然後也很心疼 然後我一顆心就是揪在那邊 我覺得她這一次很盡力了 那也是我們全家人的驕傲 大學最後一次的全大運 在今天劃下句點 有點小不甘心 但林玉琛表示她已盡了全力 並期許自己在接下來的全國賽 再能帶領柔道隊拿下好成績 記者洪成者蔡姬姬馬玉龍 台北報導 我們有大震撼的 我們有大震撼的 好